有时候人跟人的教育背景 家庭出身 知识结构或者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于是就会有不一样的理解能力 或者不一样的语言系统 当两个这样的人遇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是沟通就会出现问题 肯定是 为什么 因为他基本上不能合在一起 理由很简单 因为东讲西讲 没有办法合在一起 我发现到左边的人也有这样的人 为什么 他每次一见面就抬杠 一见面就看不顺眼 然后三两句话就声音越拉越高 然后声音越来越大 闪门越来越红亮 最后你就发现到说这两个人在吵架 但是他就习惯了 习惯 那但是很奇妙 他们又喜欢 就像有些夫妻也是一样 他说不吵不认识 吵了越认识 然后吵了以后他会觉得说很快乐 然后我们就干着急 会觉得不要这样玩 这样玩不好玩 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做 所以这些意思 其实我对这样的人 我通常会比较是建议他 在沟通的技巧或沟通的方式 沟通的语言 假设真的是没有办法对 合不上来 没有关系 理解对方就好 理解对方是什么 接纳 先接纳 其他不重要 那这样的方式比较容易是吗 让对方觉得说 原来没这回事 虽然有不同的声音 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一样 非常棒 所以像这样的朋友 其实应该多交几个 为什么 因为他会点出我们的盲点 会告诉我们很多地方 我们可能要在成长的地方 所以我是觉得 这叫义友 虽然他不是良友 但是他是义友 反而要结交这种 跟自己背景不太一样的朋友 应该是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会刺激你的脑袋 让你的很多的不同的思维 会进来 你假设同样都是一样 弄了半天还是一样 所以有一句话讲说 假设两个人思想 想法都一致的话 那干嘛要两个人 一个人叫他走路了 意思就是说 一定要有不同的想法 你才能够变成一个好的团队 是 通过这个问题的回答 我总结出来这样一个经验 秀才 你要多去跟这个兵去沟通 肯定是 千万不要由你说不清 你得试着去跟他沟通 肯定是要这样 要不然的话你说 一个好的领导 那么为什么带兵带不起来 他总是认为说 这个兔在这 我哪有办法 他不是兔在这 是因为那个头是兔在这